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令到整个俄罗斯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飙升 与战前相比俄罗斯国内的生活日用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30%到50% 虽然有中国的支持 我卖给你了 但是通货已经压迫到每一个俄罗斯人 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100%至200% 就是中共也在这里抽水赚尽俄罗斯人的血汗 民众生活的水平 生活质量随之显著地下降 俄乎战争已经一年多 不要管短期的战局如何演变 后普京时代一定会到来 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 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美苏冷战的终结篇 因为事实上 所谓的美苏冷战 苏联解体 它继承了的就是俄罗斯 其实俄罗斯也有太多的附庸国家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变相的两大势力 美国和北约通过支持沃兰 将俄罗斯从政治 经济 军事上打垮 俄罗斯将会从此一揭不振 沦为依附中国的中等国家 俄罗斯也可能内部发生剧变 重新民主化和和西方友好 从此以后 美国就不用担心东欧和东亚两面作战的问题 而将其全球战略彻底重新地划分 从欧洲转到印太地区 调整为众亚兴欧 美中两极对立的事情 将会主导全球国际的关系 战争导致了俄国的国力急速衰退 劳暴贬值 即使有外汇管制都顶不住 你说用人民币只不过令到中国 在中国找到更加多的钱 现在整个俄罗斯变成了中国的库庸国 库庸国已经是已经摆了出来的了 普京虽然不喜欢习近平 你说的东西不算数 你现在甚至摆个款就是大哥 甚至对乌兰为了欧盟 为了刷欧盟鞋 为了经济订单 你竟然出卖俄罗斯 这个普京极不愿意 但是形势比人强 普京根本上就没有招 而俄罗斯只会越来越困难 当战事越拖越大 打的就是银子 你的银子就是卖石油 而石油你现在只是卖给中共 还有印度其他国家 但是你都见到 印度始终都会记住记住 而中共也都不敢 就是说将所有的盘 压到你俄罗斯身上 若即若离 所以你见到通货膨胀 去到30-50% 大家要看一下 在西方国家 10%通货膨胀 你看一下 英国9点多的通货膨胀 已经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直接这样摧毁了 所有的就接机会 全世界都要 出来应对 何况你是去到50% 而进口的价格 你摆明现在就是 全部倚靠中共 但是价格竟然可以飙升 飙升100-200%的话 那你说所谓的盟友 不是盟友 中国在这个时候 买到你的便宜 卖东西给你 可以赚大钱 这把真是直接摧毁 摧毁俄罗斯的商人剑 在经济上高 你都看到 现在中国对俄罗斯落重手 被拖瓜是必然的 究竟撑得多久 我们等四月 或者到五月头 当 沃南调整好 发动大反攻的时候 我们就才知道真相 普京 没落 已经成为了 一个肯定的中共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菲安天达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